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计划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MongoDB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带条件的文档 什么意思 就是说今天咱们在取文档的时候 增加一些条件 然后看看咱们是怎么取出文档 它和这个SQL里面的Select有什么不同 好 那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有这么几个取文档的方法 大家请看 首先说一个DB点 然后跟咱们一个集合的名字 比如说Post 然后再加一个Fund 咱们上期用过 后面Fund的参数 其实也是一个Jason对象 它来标识咱们取文档的条件 该怎么写呢 咱们往下看 首先说有这么几个符号 这是什么 大于等于 大于 小于等于 小于用过渣辣脚本的朋友都知道 这个其实就是 经过编码的 大于等于号 小于等于号 好 接下来 EQ和这个NE什么意思 一个是等于 一个是不等于 在咱们编码中的 一定要这么写 否则的 这个MongoDB的解析引擎会报错 同时 咱们在检索文档的时候 大家请看 还支持正则表达式 我这有两个正的比方式的 写法 好 接下来 接下来 还有一个叫做Distinct 其实它有很多 今天咱们列了一个Distinct 就完了 就说什么呢 咱们取一个字段 然后排序 取出唯一的值 这个和SQL也是完全的一样 和SQL的Select 也是完全的一样 好 咱们看一下 今天的实战演习 我先说一下 今天咱们实战演习的内容 首先说 通过MongoDB 进入到控制台模式 然后进入咱们 ComaBlog这个数据库 然后我先删除所有的文章 然后咱们通过这些命令 加入 我看这插了几条 插六条数据 插完数据之后 或者说文档 插完数据之后 咱们先用这个 Fund取出Tag等于Game的文档 然后再取出排名 大家请看 大于等于4的文档 再取出排名大于4的文档 再取出排名小于等于4的文档 再取出排名小于4 咱们用这四行命令 来看一下大于小于该怎么做 这个是在咱们这个实际工作中 非常非常常用的命令 大于小于 对不对 好 同时 咱们再取出一个 带u的 因为我这用正责 带u的 带u的文章标题里面 带u的文档 然后呢 这是取出一个 带r的 以r开头的文档 然后呢 再取出一个 以u开头的文档 这正责 对吧 最后咱们再distinct一下 这个标记tag 看一下咱们这个文章都有几种分类 有几种tag 好 这就是今天咱们的任务 好 那咱们马上做 我这一个视频时间不能太长 梦狗 好 进来之后 哇 咱们先切换到 咱一个一个来啊 先切换到我的这个空码DB 切过来之后 咱们先删除所有的表数据 没有问题 然后呢 咱们插入一个一个插啊 数了啊 怪物猎人插进来 怪物猎人是刚刚发卖的游戏啊 纸片马里奥 然后呢 还有一个 Ubuntu 16FTR的安装 这个我先做这个博客啊 然后 信长之野望大致 大致其实是半成品啊 再接下来 Luby开发效率真的高吗 Luby昂热还是不错的啊 对了 我以后还要再做这个 Luby昂热制品啊 也欢迎您的关注 再插一个塞尔达传说 塞尔达现在出了两个DLC 我都买了 过两天 可能我还要再做一个 塞尔达系列的这个游戏啊 好 咱先不说了 咱们试试啊 我先打db.post.find 干什么 看一下咱们有几个文档啊 够 大家请看 这是我刚刚插入的六条文档 让咱们加条件咯 首先说 咱们呢 加这个 大家请看 Tag等于Game的文档 Tag等于Game文档是哪个 大家请看 怪猎人是吧 执牌马里奥是吧 Ubent这个不是 然后呢 信长野望是 然后 在塞尔达双方也是 四条纪录是对吧 那咱应该取出四条 好 咱们试一下 运行 哎 怎么样 大家请看 Tag等于Game的 这四个文档 都已经取出来了 没问题吧 听起来啊 好 咱们再来啊 接下来 我看啊 接下来是排名 就说这个文章 可能这个 大家都愿意看 说排名就高 对吧 这个排名大于等于四 咱们试试啊 其实排名越 这四五六 这些是越低是吧 咱就按照高算啊 好 那试试啊 够 哎 大家请看 排名大于等于四的 取出四条 大家请看 排名是四的 对吧 这等于四嘛 然后还有一个是七的 都出来了嘛 对不对 好 咱们再来啊 咱们再来一个大于四 那换句话说 这四的这两条 会被过滤掉吗 对吧 好 能试试啊 哎 稍等 我这怎么没考过来 再来一遍啊 Go 哎 怎么样 只有这条 LUNK等于七的纪录被抽出来 LUBIKA效率真的高吗 挺高的 挺高的 比炸了高不少啊 好 咱们再来啊 LUNK 然后是小于等于四 再试试啊 我多打几个回航 哎 大家请看 小于等于四 LUNK呢 2 1 3 4 4 都出来了 对吧 然后咱们再来个小于四啊 我再敲就算了 把这E去掉 E扣了 把他去掉 就是小于四 你看 2 1 3 都出来 没问题啊 说明这个大于小于生效了 好 咱们再来啊 再接下来 咱们取出标题含U的 所有的文档啊 试试啊 Go 哎 大家请看怎么样 UB2含U吧 中间也含U 对吧 LUBI 有个小路 对吧 这个U他不就含着了吗 哎 所以这两个文档能出来 其他的都不含U 好 再接下来 EA开头 再试试啊 EA开头不用说了 就LUBI嘛 大家请看 EA开头的文档都被取出来 当然只有一条 再接下来 再接下来是EA开头 UB2也是一条 没有问题吧 再接下来 是Distinct一下什么 咱们的现在文档中 所用到的所有的Tag 咱先用到哪些Tag 看一下啊 Game的Tag IT的Tag 换句话说 我的博客文章 有游戏视频 有这个游戏文章 还有这个IT的文章啊 那换句话说 我现在这个文档中 就用到两种Tag 咱看能不能取出来啊 好 试一下啊 Go 咱们来大家请看 反复就是个数组 出来这个Game 还有这个IT 这就是文档的基本的操作 熟悉SQL的朋友呢 如果您听过我这么一讲呢 应该您觉得啊 原来这个蒙古DB 也就这么简单 没什么 我感觉也是啊 应该不是很难 而且呢 它对这个Java教本的 亲和性呢 非常的强 好 以上就是我给您 分享的所有内容了 今天的代码呢 会放到开源中文的服务器 今天的视频呢 会放到YouKu YouTube 我非常推荐您 使用YouTube观看啊 因为YouKu的话 它转码呢 经常有不是高清 这个不是我视频的问题 其实是YouKu的问题 但是呢 我跟它联系客服 也没有什么回音 但是不管了 无所谓了 我推荐您使用这个YouTube 好 那就这样咯 咱们下视频再见吧 拜拜